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无法将梁祖文化的秘密研究透 那么我觉得为世界还原一个更鲜活 更立体的梁祖文明 这就是我的信念 2017年以来 杭州梁祖古城遗址的古河道当中 陆续发掘出了15根神秘的巨型木构建 这可能意味着梁祖古城5000年前 就有能力建起宏伟的宫殿 当时我记得我报道的那一天 是在发掘中加港医治 工地这边的有一个同事 给我发了一个定位 公交车大概开了有两个小时 下车之后又走了大概有20分钟 然后到了一片荒草丛生的一个地带吧 我就自己一个人在一边走一边在找工作站在哪里 然后就是远远地看到有两个小黑点 然后慢慢走进发现是工作站 这个文物架上的蓝箱子里装的都是 梁祖古城遗址中加港骨骼道出土的动物遗存 大概有十几万片 我们从这十几万片的动物骨骼里 可以找到很多的信息 那么这大量的骨头 就意味着我们的工作至少要持续几年 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在梁祖遗址中发现了四五十种动物了 现在在梁祖博物院陈列的一件黑桃宽巴碑上 我们有一件特别写实传神的小恶意形象 但是呢在这四五十种动物的骨骼遗存里 并不包括这一种 梁祖的骨气候和它的骨环境 是允许这个鳄鱼这种物种存在的 而且大家有那么传神的一个鳄鱼的刻画形象 也说明着当时梁祖人对于鳄鱼是比较了解的 去年的四月份 那天就正好就送到我这个实验室里 有两箱刚刚分减好的两箱动物骨头 满满的一箱大的一个周转箱 然后一点点分减可能挑选一箱要花几天的时间 当时是挑那个动物的碎骨头 挑着挑着发现里面有两片圆圆的那个骨板 很薄的 发现是两片鳄鱼的骨板 这是我们梁祖遗址里第一次在实物上发现了这个证据 反面地来印证这个鳄鱼物种的存在 也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每年在工地上的时间都要超过三百天 有很多人问我说一个女孩子做考古会不会觉得很苦 我觉得这对于考古人来讲 安静的环境更利于她的思考 在梁祖我们躺在工作站的小草坪上 是能够看到星星的 我觉得能在一个嘈杂的环境当中 能静下来过这样的日子 我觉得是很难得的 梁祖遗址是从1936年发现的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这一代90后算是第四代考古人了 梁祖的考古工作一直没有断 老前辈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基础的 一线的天液考古工作 才让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么多材料上 研究出更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 我觉得深移成功说明了在国际范围内 梁祖所代表的这个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的确是实实在在地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对于我们考古工作来说 深移成功并不是一个结束 而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在国际社会上开演续的工作 在国际社会上开演续的工作